曲目为直 中必弯 养狼荡犬 看家难 漠然炉瓷黑不久 粉刷乌鸦 白不尖 蜜贱黄连 中必苦 强摘挂果 不能甜 好事总得善人做 是哪有凡人 做神仙 少人说 咱们聊了聊 这个何卓一词来历 并且咱们也都知道了 最初把这个何卓家族 带到新疆的 是这个马哈图墨 阿萨木 至于这阿萨木 他是不是真正的何卓 这国内的专家呢 和这个国外的学者呀 好像还有一定的分歧 咱们不管那一套 因为这个研究宗教 不是咱们的任务 咱们能够稍微的捋一下啊 大概齐名辉名辈 也就齐了 这何卓呢 也就成了这个宗教领袖 因为他们都是圣役 所以说惹定的就是贵族 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 很多的何卓 在新疆这块土地上 就降生了 那不能都是宗教领袖 那有的人既然是贵族呢 就成为了地方官员 在这儿呢 我又要有一个名词 跟您介绍一下 在这个维吾尔地区呀 不管是谁任命的官员 他们统统被称为伯克 那么这伯克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呀 您要是想简单的想啊 他就是官的意思 如果忘复杂的想呢 他还有啊 这个主持主导的意思 这伯克呀 不光是各管一摊事儿啊 而且有大小 有管这个水务的 有管这个粮食的 有管这个集市贸易的 这些人呢 都叫伯克 那最大的伯克是什么呢 最大的伯克呀 就是城主 这个城主啊 叫做阿奇木伯克 那么再往上说呢 就不是官员这个等级了 就是任命伯克的人 咱们在这个 清征准杆尔的系列里啊 聊过一位阿奇木伯克 您记不记得 逮住了达瓦奇的那位伯克 乌石成的阿奇木伯克 霍吉斯 哎 您既然在咱们书馆听书嘛 我就有义务提醒您 这个乌石成城主 阿奇木伯克霍吉斯 可跟那个造了反的 小合着霍吉站 就差一个字 哎 听书的时候 您得分清了 当然了 有的时候也可能啊 我说倒了音 念错了字 说走了嘴 您也得见谅 其实我就是无非想提醒您 我看书的时候 都有可能啊 这两个名字看你了劲 更何况您是听书不是 哎 主要是您就记住了吧 当时在这个南疆回部 说话顺数了 有这么两种人 一种呢 是身为宗教领袖贵族的合着 这个合着不是任命来的 这个父亲呢 是合着 儿子自然也就是合着 那另外一种人呢 就是伯克 这伯克是官员 是需要有人认命的 或是这个当时 这比较横的北疆大汗 或是呢 这个清朝的这个大皇帝 伯克大汗 总之呢 谁认命你啊 你就是谁家的官员 那么时间一长 这合着越来越多 那宗教怎么样了呢 嗨 这宗教啊 也早就分了家 这先知穆罕默德 要是活着的话呀 我估计 他老人家呀 气不死啊 也得气勾腔 因为这个伊斯兰的教义呀 就是不能多神崇拜 只能够有独一无二的偶像 那么这种宗教呢 不止于这伊斯兰教那么简单 那您比如说 还有这个犹太教 这种宗教啊 最初的教祖 创建之初的意思很简单 是想让自己的教门啊 的团结 如果呢 出现了很多这个偶像 崇拜多神呢 那很可能以后啊 这些教众就会出现分歧 他们首先呢 就看不起基督教 认为怎么无端的 你这基督教又出了什么 圣约翰圣玛利亚了 然后呢 就是佛教 除了这个佛以外呀 四大菩萨 还有满天的金刚啊 罗汉 再瞧不起的 那就是道教 怎么着你这个 凡人还能修仙 满天的神佛 全是凡人修炼来的 那你这路神 首先你就没有神秘感 那最瞧不起的 就是萨满教 好家伙 您这个自然崇拜 柴火棍骨头瓣 花鸟鱼虫 皆能成神 这个他们就更瞧不起了 那可说 您那个伊斯兰教也好啊 犹太教也好 您肯定是 所有信众 就往一块使 信往一处想呗 哎 不是 哎 这犹太教啊 他好像是这样 关键是 他有他的特殊性 首先呢 都是一个民族 都是犹太人 再有呢 这个信仰 犹太教的人 也不是很多 这自打自脸 最严重呢 就是您这 清真跪教 好家伙 我这穆罕默德一死 立刻就分为了两支 哎 逊尼派跟实业派 哎 到现在为止 据说教上名的了的 大教派70多个 小教派是多如牛毛 并且呀 一个比一个豪横 哈 有什么事 就没有善了的 不信呢 您就打开电视机 您看这个新闻联播的后十分钟 那里边啊 要是说啊 他们都是一群温和的人呢 算我在这跟您说瞎话 哎呀 这话说多了啊 可能有些话啊 在这不应该说 以后我注意 在这先跟您道个歉 这新疆的河卓呀 也是如是 没过多久 就分成了两派 您可别忘了 他们可不光是 同性一种宗教 一起的教友 那么简单 他们可是一个祖先 全都是这个老河卓 马哈图木 阿杂木的子孙 那么这两派都叫做什么呢 这两派呀 一派叫做黑山派 一派叫做白山派 关于这个黑山派呀 咱们一时半会儿可能还讲不到 可是这个白山派呀 哎 人物早就登场过了 比如啊 就是刚才咱们说的这个 居住在这个乌石的 阿奇木伯克 哎 霍吉斯 这就是白山派 大河卓 波罗尼都 小河卓 霍吉站 这也是白山派 还有一个人呢 也是白山派 谁呀 就是这个清高宗乾隆的荣妃 伊帕尔汉 也是这白山派合着的一位贵族女子 有没有细心的好朋友 听出毛病来了 哎 有个疑问 说你讲湘妃的时候 可不是叫这个名 你讲湘妃的时候 说这个荣妃娘娘啊 叫法提玛 和这个 穆罕默德的小女儿 阿里的媳妇啊 可是叫一个名 哎 您算是说对了 到今儿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关于湘妃的出身呢 这说法众多 我是坚信呢 后来嫁到皇宫里 现在就埋在这 乾隆皇帝 玉陵飞元秦里边的荣妃 何卓伊帕尔汉 就是这个小何卓 霍吉站的媳妇法提玛 哎 咱们换句话说 就是乾隆皇帝 饶饶抢人家的媳妇 还把人家这个 乾夫哥的脑壳 做成了酒碗 这事啊 一时半会儿讲不到 往后啊 咱们还且得掰出呢 这上文书啊 咱们也讲到了 在准干儿韩国时代 实际上 这南疆的维吾尔人 也就是这个 七成之地的 穆斯林们呢 甭管是黑山白山 没有什么话语权 那是为什么呢 哎 这话头啊 又长了 我说说您听听啊 那还是在 想当初 自从这合作把南疆的穆斯林 分成了这个黑山派和白山派两派呀 那这两派就没消停过 刚才咱们也说了 这教门上一旦有了争端呢 谈判桌子算是个废物 那解决问题的方式就只有快马弯刀 这仗啊 一打可就打了好几百年 一直打到什么时候啊 那差不多呀 得到这个康熙年了 这会儿这白山派的领袖啊 叫阿伯克合着 到了这个阿伯克合着时期 也不知道这个白山派是怎么混的 一下子就示威了 让那个黑山派呀 占了上风 最后啊 阿伯克合着呀 颠了 跑哪去了 甘肃 有这么一本书啊 叫大合着传 哎 这里边说这阿伯克呀 是出来传教来了 实际上您甭听话子 就是让人家打跑了 哎 据这本书上说呀 说这个阿伯克呀 在甘肃当地传教十年 广收门徒 如今拢上大兴清真之风啊 和这个阿伯克当年在甘肃传教 有相当大的关系 哎 那这个真相是不是这样呢 我说不清楚 哎 总之啊 我负责念书 您负责听书 至于这个研究工作呀 还是让他们那些专业的宗教人士来做吧 这阿伯克合着呀 不光去了甘肃 这个大合着传上说呀 他从这甘肃出来还去了青海 然后从青海呢 进入四川 从四川又去了西藏 还有一本书啊 叫阿伯克合着传 这本书里就更神奇了 上面说呀 他辗转啊 还去了北京 差一差啊 就让这个康熙皇帝也信了回教 那这肯定是不贴谱 因为这个清史啊 无论是正史 还是严实笔记 对此从未有记载 也没听说呀 这康熙皇帝有任何信仰回教的迹象 至于他去没去过西藏呢 我认为他还是真去过的 可是他并不一定能见得过达赖喇嘛 因为那会儿啊 正是最牛达赖在世 武士达赖 如果呀 按照大合着这本书上那么写的呀 还别说见着达赖了 这群维吾尔人呢 能不能出得了西藏都是一回事 因为这本书上所载呀 这合着的能力也远大于达赖 说这个达赖呀 用的全是幻术 也就是障眼法 只有合着才有真正的法力 这也有情可原嘛 谁写的书吹谁呗 那说一千到一万 那他们到底去拉萨干嘛去了呢 实际上啊 阿巴克合着呀 是去求达赖喇嘛了 让这个西藏人出兵啊 把这个南疆这块地盘啊 抢回来 所以说这大合着上写的呀 有点这个后边啊 搬起石头砸前边的脚 您去求人家出兵不得苟着点吗 好家活的嘞 还在人家那装神通 这要是真按书上这么写的 我觉得这个达赖喇嘛呀 就说一句话就行了 那您回去 用您的审法 把这政权变回来 不就完了吗 还有我们出兵干嘛呀 那您说 是不是这道理啊 那这达赖喇嘛 他出兵了吗 没有 人家这个武士达赖 直接就说了 我宗教人士 一方活佛 我这直接这派兵出兵 不管谁打赢了 那都是罪过呀 那都是杀生啊 那这么着吧 我给你找一帮忙的 你瞧啊 在你们这个七成之地的北边 有一个国家呀 刚成立 叫准嘎尔的韩国 他们这国家的大韩呢 叫绰罗斯的嘎尔丹 这大韩人性善呢 好人一个 那为什么我这么了解他呢 因为呀 他是我的学生 我要写一封信 你呀就去投奔他 让他出兵啊 帮你把这些事平和一下 我想呢 这大韩 噶尔丹呢 他宅心人厚 并且看在我的面子上 他一定是不能不管呢 那这武士达赖 他说瞎话没有 那这佛爷 您想的能全说瞎话吗 这噶尔丹呢 他确实是武士达赖的学生 这个咱们在讲这个 康熙争噶尔丹的时候 咱们说过 那至于这个武士达赖 再说这噶尔丹那天生的宅心人厚 是个好心人 哎呀 关于这一天呢 那忍者兼人 忍者兼人了 那总之 最后呢 这阿伯克合着呀 真就拿着活佛这封信 颠不颠的 去到了北疆的准盖尔韩国 见到了大韩噶尔丹 这噶尔丹拿到信之后 我是哈哈大笑 别的话也没说 就说了一句话 这阿伯克合着呀 就下的坐地去了 这噶尔丹说呀 这还是我老师了解 我南疆回步这块地方 我惦记 可不是一天 两天了 谢谢大家 ăn碧尔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